嫦娥6号的31马赫速度为何成为热点 只因为真正的国防教育实在是太稀缺了 这两天有人说 让我谈一谈嫦娥6号的31马赫速度 我还很奇怪 对于这一类航天器而言 31马赫是个很平常的速度 有什么可说的呢 这个31马赫怎么突然就火了呢 网上翻了翻我才明白 又是一大堆营销号江湖骗子 借嫦娥6号做了一笔骗钱的买卖 这就有点类似当年央视在厦门暗访 就是看着黑导游指着郑成功雕像 说那是极美著名钢琴家 而且真的有很多游客是听不出错误的 当然也有些导游就不那么走运了 我们在庐山旅游的时候 导游还乱讲庐山会议和党史 不过也算这位导游撞枪口上了 他不知道我们这个团里边都是中央军委 军事科学院和各大军种的老专家 比如空军的父亲上老师 宋新知老师 还有中央军委的王云飞老师 结果一个一个老专家就忍不住 把这个导游好好给教育了一顿 只不过现在的互联网上涉及军事话题 基本上还是黑导游们在把控 所以我们今天再说说这个31马赫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发现营销号骗子们是故意把几个概念混在一起了 首先他们把31马赫当成人类以前没有达到的速度 其实31马赫这个速度不到第二宇宙速度 第二宇宙速度是航天器脱离地球引力场所需的最低速度 甭管哪个国家要发射一个航天器去月球边上绕一圈 都至少要有这个速度 否则1959年1月2日 苏联发射的月球一号探测器 怎么实现全人类探测器首次飞越月球的呀 旅行者号飞船又是怎么离开太阳系的呀 那是要达到第三宇宙速度的 包括印度 印度的航天器要是到不了这个速度 是怎么准确命中月球的呀 还有一些一个骗子 把嫦娥6号跟弹道导弹相比了 或者是跟高超音速滑翔弹对比了 说嫦娥6号用的是水漂弹道 能够实现一小时打遍全球 著名的那个秦安战略还登出文章 把这个嫦娥6号和一些导弹进行了比较 文章说美国的AGM-183A型高超音速导弹 速度达到20马赫 所有洲际弹道导弹最高速度 通常都不超过27马赫 由此可见 嫦娥6号的速度展现了极大的威慑力 我也不知道AGM-183这种不到8马赫 而且发射基本不成功的东西 在秦安战略那怎么就被吹成20马赫了 关键是 嫦娥6号有足够的以速度去摆脱地球引力 是靠长征5号运载火箭实现的 长征5号火箭推力多大 什么体积啊 那洲际弹道导弹体积有多大呀 双方全无可比性啊 再说弹道 嫦娥6号返回过程中采用的是跳跃式载入方式 因为从月球返回的航天器 如果直接穿越大气层 速度过快 基本都等着被烧毁吧 所以进入大气层之后不能直接穿透 而是要依靠生力再次冲出大气层 甚至有必要的情况下 要反复这个动作进行减速 才能让航天器安全着陆 比如1968年的时候 苏联的探测器6号飞船 返回地球附近的时候 它的速度是每秒钟11公里左右 这个速度可是超过31马克了 然后探测器6号下降50到60公里之后 飞行器在跳跃上升 穿出大气层 速度降低到了7.6公里每小时 最后采用半弹道式方式降落的 这个和高超音速导弹 利用水漂弹道防止对方拦截 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所以说那么多野生智库营销号 神凯31马赫 还说是嫦娥6号 让各国开始归还中国文物 这种说法都有无数的信众 还是因为国内真正的国防科普教育 太稀缺 再加上现有的国防科普教育活动 形式主义搞得太多 科技含量太少 基本常识科学素养就没有真正的普及下去 导致一说军事技术话题 太多人会相信郑成功就是弹钢琴的 而且某一类群众的热情无可估量 导致骗子的数量都不够用了 并且现在谁敢说郑成功不会弹钢琴 骗子们就会发动群众 说谁的屁股歪了 其实真叫说嫦娥六号的成就和我们未来的月球发展计划 应该重点介绍下段几点 第一我们是率先在月球背面进行采样的 第二未来我们要在南极找水 这是在月球建立长期地的重要前提 第三是我们要建设绕月的导航卫星星座 也就是给月球单独建设到北斗 这是未来开发月球必须的 沈腾衍的《独情月球》大家看过吧 那个剧本是由国家航迁团队提供技术支持的 所以这部电影虽然是喜剧 但它不是脱离现实的梦 这部电影虽然是不脱离